大家好 歡迎來到Ti的DIY教室 我是Ti 今天呢 是一個開箱文 那其實Ti呢 平常很常在淘寶買一些東西 那今天就是要稍微介紹一下 那首先先介紹有關毛線的東西好了 那我這次有買這個 也是棉線 但是它比較細 我這次呢 大概買了20球 那因為真的很便宜啊 而且棉線呢 跟毛線比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柔軟一點點 那為了搭配這個比較細的線 我有就是另外買針 那針呢 我買一個這個 鋼針 那它這個是袖子針 袖子針呢 跟輪針的用法其實很像 那它是大概只有這一支 這一組是只有25公分的 那我有另外買一組長的 鏡頭下不去 它有就是35公分長 就是跟我們一般磅針一樣 就是長 比較長這樣子 那它這個是也是支 跟輪針的效果一樣 那比較長的針當然就是支比較大 例如說就是衣服之類 那短針呢 就支帽子也可以啊 但是比較先是支袖子或支襪子這樣子 那我還有另外買了一個就是固定式的鋼的輪針 那這個應該是80公分的 那它裡面也附一支封合針 和一個就是量針粗的尺 算是量針號的尺 尺龜啦 那這個到時候呢會送給大家 那至於什麼時候送呢 差不多等到訂閱人數打2000的時候 我們就來辦活動 因為上次原本要送針啊 結果大家都參與度不高 那我們就等人多一點再來送好了 那 毛線的部分是這樣啦 稍微讓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有就是拆了一球 黑的 針的線很細 那 感覺起來也是還不錯啦 那 我線呢就 然後在台灣買滿貴的 而且 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 我覺得不錯就好 原本是想支給大家看啦 還是要支給大家看一下 好 沒關係 到時候 有 應該 如果進行到襪子的話 它就會出現了 沒錯 我們會交織襪子 不過還是等交 應該會還有一段時間啦 因為帽子的部分 我們畢竟都還沒有結束 那 那 這一次呢 提最興奮的是 我買了很多 新的鑽石 和 鑽石嗎 不是 應該算是說新的鑽 讓大家看一下 我又添購了 這我已經裝好啦 我又添購了 一整盒的 就是玻璃 玻璃鑽 平鑽 平底的鑽 這個是白鑽 這個是我已經有放稍微分類好了 就是2mm 3mm 4mm 5mm 那 當然也是最大的 我有買到6mm的 那就是白色 粉紅色 跟我買珍珠 珍珠就是做指甲 或是 我們到時候 然後 貼 手機殼啊 之類的 他到時候都會用到 那 我這邊還有買了一個就是 馬眼 算是 很小個 我覺得還滿美的 然後還有 就是 金圈 金圈我曾經有用過 那 那其實我還有啦 但是我就是 拿來補充 所以他我就沒拆了 然後主要呢 今天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 真的超級好用 我這是淘寶呢 就 呃 他的盒子我總共買了4個 那我已經就是用掉3個 那 應該大家之前有看過 我拿來裝其他的 就是珠珠啊之類 其實這個真的很好用 那因為他可以就是 一個一個拿出來嘛 就是我另外一盒 那他可以一個一個拿出來 然後 雖然是他每個蓋子都很緊 所以你就 比較不會怕說 他掉了或灑了怎麼樣 就覺得還滿方便的 而且 如果你要就是出門 就是有時候我會帶出門 的話就 還滿方便的 那 這個一個就是 他的差價還滿高的 有些在台灣買好像會到 100多塊 那 有些就是大概 六七十七八十 那我在淘寶買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40塊 台幣 40塊台幣 那很便宜 那我覺得這個盒子真的 超級好用 那接下來就進入這一次的主題 其實我這次主要會買淘寶是因為 我曾經是被那個 一個做美甲的專業的那個開料是燒到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珍珠 珍珠 這是五孔的 像我這次手一樣也有用珍珠 但是 我手上的珍珠是 那時候 要做的時候 淘寶還沒下單 那 所以他就是有孔的 我覺得有孔不好看 而且 擦這一罐裡面啊 就是有幫你配好色 然後大顆小顆都有 那這個是亮面的 然後這個是霧面 真的超級美 然後重點是我還要買這個 尖底鑽 它這邊有蛋白石的部分 它有一般就是玻璃鑽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 你知道我們就來玩玩看 我們不要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全部拆開來玩 它其實啊 盒子啊 有一點就是運送的時候被壓到 但是 因為我那時候打開來看 裡面是都還 完整的 所以就 我就覺得還好 我就覺得OK啦 就 所以就算破掉了 外殼破掉還好 霧面的真的超級美 我那時候 在台灣看 最便宜的 好像一盒要250塊 250塊 就覺得有點貴 那 可能也不能算貴啊 畢竟人家可能也是想辦法 去扎爛進口 現在台灣 就是 買國外商品抓得很便宜 我每次都買都很怕被綁 就是 這個是盒子有破掉 不過 煩了 不過這個是超美的啊 就裡面都是還 就是很perfect啦 就是完美 那等一下我們就 來試試看 我剛才呢已經有先塗了一個 也塗好底膠的 然後呢 我的沾鑽膠 先拿出來 今天我們用這個小燈 讓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小燈很特別喔 它是 它是接行動點員的 這是可以讓你再出門的 那這個呢 是我之前買的時候 就是廠商送我的 我覺得它很方便啊 就是如果你出門要玩的話 是 OK的 但是就是純粹 所以大家在淘寶買東西 純粹就自己玩了 不要 應該不會有人拿去做客人吧 先勾一轉 一坨膠 在上面 我們把 拉拉筋頂喔 先勾一坨膠在上面 然後呢 先 拿它亮底的珍珠 然後再拿一個 霧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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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這樣配 然後 鑽呢 鑽呢 鑽 這樣配合 這三個顏色 試試看 那我們就先拿 夾子 夾一顆 霧面的鑽 唉唷 掉一顆出來 先讓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美 一顆先丟上去 等一下再 調它的位置 然後 然後 橘色的 橘色的 橘色的挑大一點好了 大顆一點 先丟上去 大家看一下 淨的 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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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面的 是很漂亮 啊但是有一點小茶 是不是 就還好啦 這可以接送一下就好 看 那大顆小顆都有 最大應該是 六迷你吧 看起來 然後呢 好 算 我們再 拿一顆出來 一個出來好了 用兩個 讓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美 就記得要蓋回去喔 要不然灑了一地之後 你一定會很苦惱 我經常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是習慣 就是養成習慣 要先把它蓋好 紅的 鑽條 大顆一點 這比較大顆的 稍微 拍一下 用 手 稍微把它壓 密一點 或是 弄到你要的位置 這轉角弄太多了 先勾掉一點點 等一下還可以再用 因為灶燈下去 它就會乾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 沒灶燈的時候把它弄掉 白鑽好像太大顆了 白鑽好像太大顆了 不過我們都已經貼上去 我們就先來照個燈吧 那其實我有稍微發現 我的 我的那個燈有點太低了 所以就 拿個東西來 墊一下 先照個燈 然後應該差不多就先這樣 那我們 將 把 這邊還有一個洞 我們再拿一顆鑽來貼 那把再給我一坨沾轉 膠在這裡 等一下 貼一顆比較小顆就好 拿了一個桃紅色的來貼 選一個小顆一點的 下一顆好了 不知道會不會太小顆 好像差不多剛好 其實可以再大顆一點啦 我真的喜歡把就是一些 鑽石啊 貼得很滑巧 這個真的是 很棒 然後我們拿下來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很美 那亮面的啊 就是如果你們要就是上 上層的話啊 霧面的可以就是 上來上層之後 再上一個霧面上層 這樣又會變為霧面的 那 天啊我下次指甲一定會做成這樣 真的是太美了 這個中間其實可以再大顆一點 不錯 就這樣啊 再讓大家看一眼 很美麗的珍珠 真的很漂亮 我那時候還有看到 就更大顆可以拿來就是擦那個 彩妝用具的啊 真的超想買的 可是呢我 你知道其實我東西 有買的很多 我這次淘寶 這次買了不少東西 淘寶一次下單 那只能下50樣 如果因為我買太多 就是變成只能分兩次下 就超過50樣 然後就是有點 有點嚇到我 我上次差點被海關就是 扣包裹 讓我有點緊張 那這次呢 幸好就很快就來了 就說喔 還有 還算有科技 那 好啦 今天就一直跟大家廢話 那 今天的開箱文 基本上就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那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請按訂閱喔 那如果訂閱人數啊 超過 2000 我們就來抽獎 我們就來送東西 當然 可能 送一整套棒針給你們 你都覺得無所謂 好熟 希望大家訂閱我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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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